羊肉用羊里脊比较好 羊里脊肉 腿肉用到比较厚实一点的 筋膜比较少一点的就可以 就是说吃起来别那么柴的 对 别那么粗老的 我们切肉片也不要切得特别薄 差不多有三毫米厚就可以了 太薄了就像我们涮羊肉那种 做这个它没有口感 太厚了它不容易成熟 很多朋友在我脑子立刻想到 一个字就是删 这个羊肉做到米饭里面 怎么给它去删了呢 首先我们羊肉要给它焯水 焯水就是要给它去除血污 我们先把它下锅 先让它煮着 焯水就把它撒到水里去 让它煮一煮 然后让它去去它的异味 胡萝卜我们切点丁 洋葱也是切丁 其实我个人很爱洋葱 我觉得洋葱你看西方 当然其实它是蔬菜的量 照我们中国人种类来讲 其实是很少的 但是其实它们吃洋葱的量却很多 是 它这个不管是菜里面加一点 我们做这样的一些饮食也好 它都是会有独特的风味的 主要是它的香味比较好 就像我们这些葱香味 在洋葱 它对于这些带有星山气味的这种肉食 它有很好的遮盖作用 但是我有一个感觉 你看有的时候买那种 有的是紫的洋葱 今天咱用的是 属于是黄皮白皮的 白皮 你觉得哪一种更加的好一些 有什么特色 紫洋葱它的花青醋含量比较高 那么它做凉拌的时候会比较好 花青醋我们做熟了以后 它会有所变化 那我们生吃的时候 就是我们身体力会比较好一些 像这种白洋葱 我们一般的把它炒 炒制的时候会应到白洋葱 那么白洋葱 它的那种水分含量稍微多一点 然后它炒出来的香味 葱香味会好一些 没错 你看洋葱 它其实我觉得在冬天的时候 也能提供一些热量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这种像秋冬这种比较寒冷的季节 适合吃这种稀辣的食物 是 而且今天我们配的还是羊肉 大家知道 其实羊肉本身是比较温补的一种肉食 在冬天吃 最能滋养身子有经济神了 尤其是很多收着冰凉的女性朋友 冬天多吃羊肉 男生吃它的话还增肌 因为你们要左线肉捡 是吧 你看我们这边配料准备的羊肉 超好水的 洋葱 胡萝卜 还有我们的青椒 包括蒜和葱都已经切配好了 现在这些主料辅料都OK 我看看这道花生饭 咱们呢就是 做饭之前一定要把米先泡上 我们现在先不说米 我们先说羊肉怎么做 那这些呢 青椒是最后割了 就是所有的米饭都做焖好了 我们再把青椒放进去 青椒是不炒的 那么胡萝卜和洋葱呢 包括葱姜呀 包括香料 是要先预先炒一炒的 锅里呢放点油 能够热开锅底就行 拿下来热一下 不用太多的 不用太多 一点点啊 然后呢 葱姜放下去 都已经放洋葱了 为什么我们还要再放点 咱们的大葱呢 我觉得葱和姜呢 就是这个香味啊 和洋葱的香味不一样 而且呢 就是我们先炒的时候呢 能够让这个大葱的香味 再发挥出来一部分 这样子做起来 吃起来的时候 这个菜呢会更香 葱也会更加好 对 是吧 然后呢 我们这个香料 八角一颗 然后两小片山奈 然后一小块 桂皮 这些 炒香 也就是说 你看到现在 我们这个锅里面呢 放了一些 这些香料啊之类的 然后其实它这个 变出来的味道 经过油这么一次 就会更浓郁的是吧 是的 比直接放下去的话 效果更好 对 我们用到这些香料呢 也是为了给羊肉 去除这个腥膳味的 就像我们刚才说了 煮一煮也是 然后加香料也是 最后我们还要加料酒 也都是给它去异味的 包括加洋葱 我觉得它除了风味 洋葱的风味 也会给它去它的腥膳气 是的 好 胡萝卜也下去 好 这好 我觉得这样的菜啊 应该是这样的饭吧 嗯 它的 即使你不用做菜 然后你吃这些 一锅粗 一锅粗 方便极了 你看我有一个体会啊 嗯 录完节目 是不是也吃的差不多了吗 但是回去的时候 偶尔还会要做点饭是吧 是 那回去的话 你会发现 你如果用很多的时间去买菜 然后你再回来做菜 还要烧菜 还要焖饭 那这样子就是比较复杂 本来是一顿晚餐 最后变成夜宵了 真的 所以这样的东西就很好 因为它短暂的时间 就要你迅速的出锅 迅速可以吃上 是 加点酱油 酱油 这个酱油颜色不要太重 给它来一点酱油 炒匀 先把酱油的香味 让它爆香起来 再加料酒 料酒也来一点 这都是为了给它去异味的 去异味的 料酒 酱油加进去 好 然后就是水 为什么这时候要加点水呢 一会儿不是要放在米饭里面吗 对 放在米饭里呢 我们要把煮羊肉的水 当做水来加到米饭里去 您的意思说 现在我们这边 等于是这个汤汁 就是一会儿 我们加点干的米 直接配在一起了 对 用到这个 我们要用到这个锅子嘛 把米放下去 然后把这个煮完了 这个肉汤一起倒到这里面 用肉汤代替水来煮饭 这样子这个饭的味道呢 会吸收到这个肉的汤汁进去 这样更好吃 米泡好了以后呢 你看它都是全白的 你看它这个颜色呢 跟我们这个 没洗过的 它就不一样 它这个是半透明 对 这个是全白 类似于糯米的色子 对对对 那么这个呢 就说明它已经吸好水了 吸好水了 对 如果说您看是一半一半的 有的地方半透明 有的地方是白 那么它就没有吸好水 啊 来 我们把这个米啊放下去啊 好 米放下去之后呢 米和水的比例 像我们泡好的米呢 就是基本上是一比一的水量就可以了 为什么说一比一的水加进去呢 感觉是比较好一些呢 因为你的水 百分之二十的水 它已经吸进去 对 我们这已经吸进去 所以说没有必要给它多加水 OK 那么这边我们的羊肉呢 已经煮的开锅了 对 现在就可以把呢 带着汤汁的 我们的这一锅羊肉 放到我们的生理的里面 是吧 对 那我们把这些香料呢 就可以适当地往外调一调了 好 然后呢 把它撒到这个面上来 这些香料都可以去给它拿出来 对 都可以拿出来 因为我们到时候吃的时候呢 它就会比较 难以下咽 没错 它可以中香 但是不好吃 没错 好 那这个汤汁呢 我们要给它凉一下了 正好是 刚才我们是一碗半左右的米 现在就加一碗 一碗不到两碗 不到两碗的水吧 这个米饭怎么可能不好吃呢 它等于是现在大米呢 正在吸这个浓厚的羊肉汤 然后里面的味儿肯定特别浓郁 还有些酱油啊 料酒啊 香料的味道 放下去 收下这些也差不多 好 正好 太准了 好 正好 好了 这就呢 把这个汤汁啊 包括我们的大米呢 都放进去了 把它焖到就行了 现在许多家庭主妇们 为了把米饭焖的气香又亮 经常加入花生油 那么加入了花生油 真的就能焖出一锅香喷喷的米饭吗 对于我们新鲜的大米 尤其是我们东北大米来说 是一种残酷的伤害 您知道什么样的米饭适合加花生油呢 不要走开 大厨为您一一解答 对于我们新鲜的大米 尤其是我们东北大米来说 是一种残酷的伤害 怎么讲啊 因为咱们的好大米呢 它本身有很好的香味 你再去给它加点花生油 把它那个香味给它择开掉 那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那加花生油为什么要加呢 就是对于那种陈化米 就是我们储藏了很久的米 它的米香已经不够了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给它加一滴花生油 可以让这个大米的香味更加的好 只是对于那些不好的米呢 我们来给它改善一下它的口感 改善一下它的香气 也就是说很好品质的大米 就不需要加就行了 如果是比如说陈年的 或者是南方那种一年两季的水稻 它的米香不够 对啊 对我们给它加点花生油 那么这样子它的香气就好了 挺好的 好的 那么刚才我们做的这一道饭呢 现在已经经过我们的这个 30分钟的慢慢的蒸 已经蒸好了 咱们大家给我盖看一看 好不好 能不能出来一个羊油的味道 我刚才呢 又把这个辣椒放下去了 太香了 你们去看看 哇 怎么样观众朋友 我说起来的话 见到这样的饭的话呢 漂亮吧 真的很难控制住自己的兴奋 那我们开吃之前呢 要把它打散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道饭里面我们没有加任何的油 对 所以说它本身就是 你根本不用做任何的菜 它反而是减肥的 因为你又有了你整个需要的蔬菜的营养 又有这个整个米提供给你菜脂化合物 又有肉提供的蛋白质和一些 本身肉里面的营养 大家知道其实羊肉这种东西呢 它的口感非常的好的 它不像牛肉那么 那么